二年集华文第十六单元 同学们好,我是黄老师 这一集我们要从小故事里面学习大道理 一,黄鼠狼卖药 黄鼠狼提着小篮子 一路高声喊道 大家快来买药呀 是祖传秘方,包一百病 快来买呀 青蛙问,能致喉咙痛吗? 能,黄鼠狼答 孔雀问,致头疼行吗? 黄鼠狼胸有成竹地答 肯定行 梅花鹿问,身上有臭气能致吗? 黄鼠狼提高声音答道 致臭气最行 药到病除 只要嗅到药味 致气就会消除 这时小羊走上前问了一句 黄鼠狼先生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药 致致自己的臭气呢? 黄鼠狼一听 羞红了脸 夹起尾巴跑掉了 同学们,在黄鼠狼卖药的这一则故事里面呢 有出现了五个动物 对吗? 是谁呢? 主角是黄鼠狼 黄鼠狼呢,它又叫做黄幼 这个是黄鼠狼 很可爱是吗? 好,我们再看呢 第二个出来讲话的是青蛙 然后是孔雀 孔雀有着长长有很美丽的尾巴 然后第四个是梅花鹿 为什么它叫做梅花鹿呢? 因为它的身上有白色一朵一朵 像梅花一样的斑点 那第五个是小羊 很可爱,白色的小绵羊 同学们,请拿出华文课本 翻开第108页黄鼠狼卖药的课文 我们根据课文回答问题 第一题 青蛙问黄鼠狼什么问题? 青蛙问黄鼠狼什么问题呢? 好,我们从课文里面找答案哦 好,青蛙问 能治喉咙痛吗? 好,那我们回答的方式就是 青蛙问黄鼠狼的药 能不能治喉咙痛? 好,接下来是第二题 为什么黄鼠狼说 他的药致臭气醉行呢? 为什么黄鼠狼说 他的药致臭气醉行呢? 好,那当梅花鹿问 身上有臭气能治吗? 这个时候呢 黄鼠狼非常有信心 提高声音的回答 他说 治臭气醉行 药到病除 只要嗅到药味 臭气就会消除 对吗? 好,所以黄鼠狼说 他的药致臭气醉行 因为只要嗅到药味 臭气就会消除 当然这个是黄鼠狼说的哦 是他自己说的 好,接下来第三题 黄鼠狼听了小羊的话后 有什么反应? 黄鼠狼听了小羊的话后 有什么反应呢? 好,我们看课文 小羊到底说了什么呢? 小羊啊,他说 黄鼠狼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药 致致致自己的臭气呢? 小羊就说了这一句话 然后黄鼠狼一听啊 他什么反应呢? 他的反应是 他羞红了脸 加其尾巴跑掉了 好,那么我们就回答 黄鼠狼听了小羊的话后 羞红了脸 加其尾巴跑掉了 好,他觉得很害羞 因为他自己的药 不能够治到自己的病 他就觉得很害羞 好,我们看第四题 为什么黄鼠狼 不用他的药 致自己的臭气呢? 那这一题呢 我们在课文里面 是找不到答案的哦 那同学们要自己想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说 自己的药能够致百病 可是他不要拿来 致自己的臭气呢? 那很显然啊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的药 并不能够致百病 对吗? 好,那我们来看答案哦 黄鼠狼不用他的药 致自己的臭气 因为他卖的药是假药 他卖的药 并不是能够致百病的药 好吗?同学 同学们 我们听了黄鼠狼 卖药的这一则故事 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我们学到了 自欺欺人 是可耻的行为 害人害己 黄鼠狼 其实他知不知道 自己卖的并不是 包一百病的药呢? 他当然知道啊 既然他知道这是假的 他还去骗人 这就叫做 自欺欺人 别人买了他的药 不但不能够治病 还有可能会中毒 就是害了别人啊 过后自己又被警察抓了起来 这就是害了别人 又害了自己 那同学们啊 我们也是要学会明辨是非真伪 因为啊 世上没有包一百病的药 所以呢 我们要提醒人们 要明辨是非真伪 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说的话 那我们要去查明真相 否则呢 我们有可能被骗了 就会受到伤害哦 那同学们 我们这一篇课文的生字啊 那老师有做一个小的游戏 同学们可以在下方的连结 点击了过后呢 你可以跳去玩一玩这个游戏 那我们这一集呢 就上到这里 谢谢你们 今天的华文教学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我们下次见